好,歡迎來到膠舍變場 今天我們星期一...不敢說星期一了,我們經常都延遲 我們就是這個星期頭的News 星期中,隨便吧 這陣子大家都知道我們忙得很緊要,很多不同的事情要做 先講講第一宗News,講講我們Blackmagic 有部新機出了的,其實大家都都是Pocket Camera 那麼大部Pocket? 在它來說就叫Pocket,除了它有航拍的Brain之外 這部有什麼特別呢? 其實Blackmagic一向都是大家知道它是可以In Camera拍RAW 就是ProRes最穩陣的便宜的機器 這部機的特性就是行6K 其實6K有什麼特別呢? 其實Blackmagic一向是有部4K的 現在就叫做正式就將它那個便宜的旗艦 將它再升一級就變成6K 等大家拍攝的時候就可以多些機會做防震 還有這個什麼?CCD是大約 對,以前通常這部機它們都是在行4.3的 M43 mount,M43的CCD 對,它現在就叫做上了Super 35 其實它的尺寸是不是差很多呢?其實就不是的 不是差很遠的 Super 35是有小過APS-C 但又大過M43這樣 那就可以叫做,大家都知道 就是Mirrorless有拍片的門檻 其實慢慢慢慢都會 都有很多人說回來的 其實就是拍片是不是每個人用Full frame 135是最好的呢? 那我自己個人就覺得APS-C 就是那個平衡是比較好的 在業界來說呢 就是Super 35或者APS-C 是比較多人用的 其實大部分 因為要控制景深的問題 還有其實它一向用的鏡子都是這個 所以它的鏡子直接用到 就是了 大部分鏡子都是直接用到 就是業界來說 因為本身去到Full frame的電影鏡 其實本身的價錢 在電影界裡面是再高一級的 已經是有特別的standard 已經齊了很多選擇的鏡頭 所以就不會特意選Full frame的 可能另一種 除非你本身是整套方面都去到這麼貴 但是當然現在去到 我們社交媒體年代 每個人都會拍片的時候 其實就變了拿一些相機 Full frame的鏡頭來拍片 所以令到門檻降低了 回到這部機 其實這部機的特性 除了剛才提到4K 以及大組的CMOS之外 還有援淚有螢幕 可以Canon鏡 有接點的 應該是AF的 直接有AF的Canon接點 還有我們都要留意 這個功能本身在上一代 即4K年代已經有了 就是Dual Native ISO 跟我們之前說過的GH5S 那一部都是一樣的 又是可以行400 ISO 去做最低 Native 或者行3200 ISO 都是Native最低 就是成了一級 這樣就讓你可以 由兩個ISO 可以同時間一樣的質感去拍 就可以令到ISO再提高了 剛才提到的就是 6K的Band Magic 同一時間 其實它有一部舊的4K 其實它也要賣 那它 那它 幫它有新東西推出 是的 其實它又未至於推出 那不是新東西 其實都是 它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Adapter Mount 是的 它是Speed Booster Speed Booster 那就令到它本身 你用一支Canon的Full Frame鏡頭 那就可以聚焦了下去 它這個APS 不不不 這個是4.3的CMAS裡面 那同樣可以用到這樣的 鏡的Format 那同一時間就是說 其實它的光圈 都會再大到0.7級到的 另外一個版本是0.64 0.64 對 再光一點 再光一點 就是偷多4分1級 ISO 4分1級光圈 那其實就是 用Termatabones 很多人用Speed Booster 都已經有這個概念 那目的都是令它光一點 讓它光一點 不要浪費了那麼大的 這個Covering Part 它最重要的是 它的底座 跟Band Magic Body 螺絲是等級一樣的 可以很適合 那些鏡頭 不會怕它叫著 你一塊Quick Release Page 就好像它的照片一樣 就是同一個底 就拉長了它 變成一體化 就可以將 一部舊的BCC 4K 就可以繼續 一樣都是插這個Canada 甚至乎有什麼 Nicone 其實就反過來 都是Black Magic 有心將新的6K 以及舊的4K 都可以 等它可以去買貨 那這樣 但是就見到 這麼消極 但是都等於見到 就是現在 每部機都4K了 電話又4K了 那麼 那個趨勢就變成 可能是6K 就是一個standard 先 就讓大家一個 寬廣一點的空間 可以拍攝和做後製了 好 到我們講第二條News 那就是Pino Lens 我要雜資的Pin號也要死尾 是 就是講到要雜資 我們看一張相片 其實它造工挺好的 就是 有一點新意的 是 還有那個standard就是 就是 它就講到自己 就是很肯定 它的Pin號的大小 就不像我們吉之針 大力一點小力一點 就有些分別 是 剛才你講到它有些zoom 那麼zoom range就是 40-60 18-36 有那麼多嗎 是啊 18-36 但是它說如果 18-36是APSC 其實Pin號大家都知道 是沒有Covering Power的限制的 只不過它是APSC的意思就是 APSC就沒有那麼黑角的意思 你複分照用到的 就很黑角而已 但是我們要理解 就是行Pin號 一直都知道 要大力透光入白才拍到的 那麼它也很有良心地說了 就是大致上它的光圈 是有幾小的 是160-240光圈的 可想而知 我當大家普遍人手頭上用過最小的光圈 我想大致上都32 F128 我沒有一支這樣的鏡子 有 有這樣的鏡子 以前8x10的時候 我會有支都是64 是 不是早期那些有的 是 但是可能我們的觀眾 都未必有這麼多 有這麼老經驗 可以有這麼小的光圈的鏡子 大家可以有一個想像 就是平時你收16個光圈 都已經 你日後的話 都會拍到的 但是如果你日 即是日後 或者進去室內 你已經走16個光圈 已經大家知道要多大ISO 那當它是一百六十個光圈的時候 那大家在想 這個ISO要推到多盡 是 所以其實這支鏡子 如果大家真的有興趣去玩的話 都預料到這個 預料到太陽才好拍 預料到太陽才好拍 是的 出了太陽還要出到 還要用大ISO才拍得到的 那如果想大家想 一去試一玩的話 其實就值得得意地玩一下 因為它的Cost 都是69元美金而已 那就是五百多港幣 就當作是一個鏡頭蓋 是的 鏡頭蓋挺漂亮的 對 為興趣 為換味 就像買一支LOMO 因為現在我們拍照 其實要撒 真的很容易 很容易到不得了 你要做蒙 就靠這些換味的東西 很獨特的特性 和四邊的黑色 拍片的時候 可能其中一兩個鏡位 就可以有些蒙一點 做效果 對 特別之處就是有一個紅圈 好 另一件新聞 又是鏡頭 魯娃的4mm 2.8光圈 這個M43M用的 M43M M43M 是用的 魚眼鏡 去到210mm 其實都不太 210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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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其實都不太新 只不過現在的人覺得 是甚麼呢 你可能有些3D鏡頭 因為兩支鏡頭 兩支多於180度 都可以合作波波 所以其實很多人都會覺得 這些鏡頭是有需要的 現在就是因為大家開始拍攝360 是 我們監控攝像頭之後 之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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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度要提升的話 就要靠這些 起碼都M43的機器 去上 慢慢上 因為其實呢 要360 其實坊間出了很多不同種類 由 GoPro 去到 最高級的 有Sony 這麼大部機 360 8部機 6部機 那些 6部 簡單來說 這兩部M43 就可以做到 加兩支鏡頭 一前一後 就已經完成了 這個質感也很高 看到其實它有一個 就是它有一個展示位置 是拍攝 大家都要期望 它出來的效果 是一定要Crop 因為它是 完全魚眼的話 成像圈應該是一個圓形 我學會日文的叫什麼 泉州魚眼 泉州魚眼 中文好像沒有這個名字 是的 事後 可能你Crop 回到正方道 或者可能你要的效果 就進入黑角 都未定 但是我看到它有一張 即純粹 看到太陽的話 我看到它也不會說 有什麼紙邊 它的光控 它的顆星 其實效果都幾不錯 其實光控質素 其實很高的 光控質素 都不錯 最重要的是什麼 便宜 有幾便宜 它埋單是199美金 哦 這個價格挺好 不錯 216 即是1,600元 我當你來到香港 2,000元好味 都適合 以魯娃的 一向的價值很高 但還要買這麼便宜 這個真的很難得 還要走2.8光圈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去到光線 本身 因為你是210度魚眼 它要不斷將光線 拉到鮮膜線前 要垂直 垂直線 對 通常光圈 都要再收細一點 但是它給到2.8 雖然它給你 我不知道是否肯定用到 但是我當它收一級 去到四光圈 都應該幾穩陣 而且這支鏡頭 它本身的特性 就是它預算做到很輕很細緻 其實大家可能都會想到 你現在今時今日 你要玩4.3 除了真的給4.3機用的話 另一件事就是給航拍機 航拍機 航拍機很重要的 飛鎖要夠輕的話 是的 DJI都出了一集 下新系列自己的 但是它還有保持 還有四支鏡 都還是走的M4.3鏡 所以其實M4.3出小 和輕的鏡頭 市場上不斷都出緊的 是的 所以大家都會注意這件事 是的 所以起碼知道 有多一個選擇給大家 尤其是我也有4.3的 即是說 就等於這件事 我們是不是要完全放棄 但我肯定不是 因為在不同的範疇 都還有它的需求 例如航拍機 在M4.3來說 其實很多事情都成熟 大家去到的要求 是對M4.3有期望 以及有依靠自己的東西 是的 剛才說Bad Magic 其實它還有 BCC的4K那部 還是M4.3 不過 反而我要提提一提一件事 就是當它去到210度的時候 有些機身 手面突出一點 就應該剛剛會遮蓋 所以其實可能都頗需要 它本身的機身 Brain是很細 或者是沒有手柄 才可以建築它210度 整個成像圈是沒有問題的了 還有一些特別一點的鏡位 因為其實當你是魚眼鏡的話 它對焦距離應該很短的 我看到其實有些它只是塞進去 花裡面好像拍Marco那樣 那些效果都是從來沒有見過 真的挺好的 真的見到也沒有見過 是的厲害 好 剛才說了那麼多航拍和鏡頭 終於說回一些人經常笑我們 收音收得不好的位置 是嗎 其實真的是煩的 因為反過來 音部方面 音部方面 因為大小聲 以及我們用一些便的咪 本身的dynamic range 是有點難處理的 就算我們自己在螢幕聲音 我們常常在 臨街剪片 又不是每次用同一個耳筒 所以那些聲音的大小是有影響的 我們還沒有去到複雜的咪 因為很多咪都是大小聲同時錄的 對 兩條頻道 最大問題是 我和Colin是用兩個不同的軟件來剪片 對 所以我們沒有記錄到多少db 所以該死 但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呢 其實我們都密謀見到這個牌子 就是Rode這支咪 其實本身 這個Wireless Go 大家都看到已經開始覺得很吸引 是買到幾乎炒價 甚至乎買不到的 市面上是沒有貨買的 我就算問到朋友 看到原來真的有價錢 沒有貨 是的 Rode的Wireless Go 其實我們自己心動想買 因為剛才Colin講完之後 真的是設計來的 本身它在行2.4GB 這個其實我不覺得特別非常好 因為2.4GB其實是容易和其他WiFi 室內無線電話撞 但是它又說行這個頻譜 都行到70米 其實我又覺得有一點點信心 我們Rode的影片就習慣了 我也Rode了幾十條影片 暫時仍然可以看到 一些人用的反應 更新 因為通常這些內置電 會壞 其實你接收好不好 就看看用量來講 還有香港比較密集的電子 就是那些頻譜 電子零件夾集到訊息 會是有問題的 有時候會 就是Wireless Signal就亂了 是的 但是我看片通常在外國 其實就會好像好一點 但是現在香港未落銷 很多人用到 有什麼問題 暫時還是 所以應該OK的 暫時 最正的是什麼呢 就是它本身是USB充電 就煩了我們 我覺得現在的無線麥克風 還在煩我EA電那一刻 我覺得是2019年了 而且它還有一個 EA電有一點問題 你容易找 還有舊電沒有那麼容易壞 但是另一方面要面對的 就是體積的問題 而且它短 你EA電沒有電的時候 你又看不到它的電量 什麼時候跳 你那時候紅燈也不可以相信 每次我看到綠燈的時候 突然紅燈也沒有電 是 那你是用什麼電 是用什麼充電 還是反正點 我們都調了那麼久 但是這個Rode的好處是什麼 它本身就是內置鋰電 看到有它的收音的那條bar 好像我們現在 我們不知道的 我們純粹是靠鼓 這個其實我們都心裡動了很久 但是這個東西就出了一段時間 但是它有什麼給它 我們想說的 就是另外一支咪 其實都是普通的一支咪 就是一支咪 就是很普通的 就是 插3.5mm 就是TRS 不是貨電話 TRRS 就是4折 這個是3折的3.5mm咪 為什麼會說它這麼特別呢 就是平時我們經常說收音噴咪 就像我們這些鴨寮街 的Clip咪 本身的Download Range是小的 還有它沒有什麼防風和防 shielding 就是我們經常說 你說絲襪那塊擋 對 那塊絲襪 就是用來隔噴咪 隔噴咪 隔噴咪的聲音 那些popping sound 那這支咪 為什麼說到它這麼厲害呢 其實只是樣子是一支Clip咪 其實說 它本身這支咪 已經是一支好的 多方向的Condenser咪 還有它本身是4.5mm口径 就是我們普通的Clip咪 都是這個尺寸 但是我有什麼特點要說呢 就是它本身已經來自了pop shield 即是說 即使這支咪這麼小 它面那一層已經有Shielding 即是已經收了絲襪在裡面 是的 令到它本身就算你夾得不好 或者可能我們夾在身上有好些撞擊聲的話 你已經可以先減輕了大部分 還有其實用的Clip咪 對於我們來說都是消耗品 我們都壞了很多條Clip咪 那它就將Clip咪 即是平時我們的耳機線 有些不是說 可以被你拉到很長 很硬正都不斷的 那些Clip咪 即是鼻彈衣Clip那 那一隻物料 都放在電線上 那就起碼 用料很足 是的 用料很足 加上Rode這個牌子 其實都不會很重要 起碼等大家多一個選擇 那這一支咪 再加上剛才的YS Go 希望我們應該會 完善一點 對 我想我們都會課金的 希望大家就不要再插我們的聲音 有什麼問題 那買到才算 經常都買不到 那我現在就在等貨 好了 到最後 我們就講多一些手機 電話 都要講一下攝影 對 那我想 又是 大家Facebook都應該 一定會見到有些朋友 或者用Android的粉絲 都會分享一下 就說Samsung正式發佈了Note 10和Note 10 Plus 那在我們交接會講的事情 是跟攝影有關的 那些弧面 好像什麼筆 其實對我來說 沒有什麼特別的 Note有支筆 當然 是的 還有最細部的大Note 最細部 就是邊框最幼 最幼 這樣 最大的Screen和最細部Note 但它的特點是什麼呢 其實我就是看完它的影片 都幾誇張 它的防震都很像 Osmo Pocket 那個 什麼Rock Rock Steady 那就是說 其實大家開始 就好像 為什麼我們剛剛 我們說的Gimbal 好像Gimbal 好像越出越 要靠各個App 去Drive它的特點 其實都是最重點 就是寫App 那幫人 怎樣去寫那件事 其實硬件 其實我經常都講 硬件 你真的在市場上 你有錢的廠就買到 但每一間廠裡面 寫的程式的人 都是不同的 那裡面的人 投放了多少 心機時間 去做相片 影片 令到後期做得很好 那是一個很長時間的動作 但是問題就是說 現在本身的相機 或者你好像Osmo Pocket 或者好像GoPro 甚至乎好像剛剛說的Samsung 它的內置防震都已經這麼厲害的時候 就是Gimbal的需求 是不是真的還是這麼大 所以就變成 Gimbal就變成 避走了 已經不是單單做於防震 就要變成做了很多 防震以外的東西 就好像Timelapse 或者你剛才所說的 App App裡面都很重要 是的 但是現在機身裡面 防震好的話 就變成 電話大家要追 的話 就追拍片防震 而且Action Cam的話 都是機身防震可以做得很厲害 其實都是關於CMOS的技術 所以都軟到就是說 其實 既然講到Samsung Samsung其實都有一個 提醒 upcoming 就是說 有一個新的CMOS 就是Samsung自己研發的 其實它就會share 給小米和Samsung自己用 將會出一塊 其實都幾誇張的 又是 多少個零 108MP 即是一億像素 這麼小的 的CMOS 是的 就coming soon 它大大隻字打出來 的Resolution就是 12032乘9024 即這些數字 通常我們在說 medium format 或者富士部機 才能看到這個數字 但是 Samsung就將這一點 都放到 電話裡面 它有一個Technology 叫Tetra Cell Technology 就是告訴你 是很高像素的意思 普遍來說 其實 數字就開到這麼大 一億像素 但是普遍呢 在一個 它是為了 即是它說是有幾小顆 CMOS 堆砌出來 但是普遍來說 出來的效果 都是大概6400萬 左右 但是其實 都很誇張 很誇張 再加上 影月亮技術 是的 真的 很大 所以其實就變了 現在 在電話CMOS 那個潮流裡面 就是說 有些 好像華為 又要用前望鏡的形式 來做zoom鏡 但是同一時間 當CMOS 去到這麼高像素的時候 其實我們 在鏡頭都是出4K 普遍的080 在這麼高像素裡面 出了這麼小的影片 其實 只是像素本身 已經可以 夠你做zoom 就變了 大家 看到在相機 這個世界裡面 大家在鬥鬥一下 就變了 其實已經是去到 Micro Processing的技術 就是 你的CMOS 這麼小的技術 已經可以普遍 不是的 鬥多鏡頭 有三支鏡頭 是 我也沒見過 這個12mm 這麼幅 靠一支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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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幅度 就不可以用CMOS 去看 但是你聽了 就可以用像素來 製作 所以就看看 接下來 SAMSUNG 隨步 LOOKSUP 的發布之後 就看看 我想 都幾大可能 這一塊CMOS 就會在小米 裡面出現 看看 小米 會有什麼新的 好 今天的新聞 就到這裡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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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